Are n 我手上有台福利卡 便宜又好開 这个应该也不是什么秘密 大家都知道 这台真的好开又好用 当初我只花了四万块从路边捡来 然后我竟然又给它开了好几年 但是先前耗油量忽然暴增 所以我找了一台叫做行云流水的行车监控电脑 来协助我做故障的排除 天地有几海贼借法 你看这个东西就一个荧幕 再加一条连接线 还有一个OBD2的接头吧 它这种结构看起来就是擦一擦就可以用 应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事情终究是没有那么简单的 我们等一下再说好了 原本我是希望它能够像机车的维修电脑一样 像这样子运作 眼睛转速1850 每次喷油时间一样差不多在2毫秒 蓝油修正量一样维持在17左右 现在呢可以把我们的表填满了 经过了238公里的测试之后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喷油嘴每次喷油的时间呢 从2.3毫秒降到了2.0毫秒 不过呢实际的测试又会是如何呢 其实我想要的就是得到刚刚那些数据 然后就可以像中医把麦一样用推理的方法呢 找到故障点 然后我这台车还算没有OBT2 它有OBT2的接头 它属于OBT1的产物 我们现在把这个OBT2的接头给它接下去 电控的东西你就是只要找到接口给它接下去 PIN对了 数据对了 然后就可以开始跑了 这个就跟我们平常在写程式一样啊 不管是你用Python还是怎样 对接口找到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解读了 但现在的状况好像就是接口不对啊 这个尝试了很多种设定 但是都没有用 其实它原本应该是像这个样子 来你看一下这边 如果可以得到这些动态数据的话 比如说气门的角度啦 然后发动机负荷啊 温度啦 空栏比 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东西了 甚至它连喷油嘴的 喷射时间都可以读取出来 以上数据啊都跟引擎的油耗 还有能不能正常运作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其实我不能说它这个机器不好 可能是我的车子真的太老了 OBD-1真的是一个混乱的战国时代 事到如今有一种心死的感觉 到目前为止真是令人沮丧对不对 但是我又发现了另外一条路 原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制造商还是帮维修部门开了一个巧门 以Stanning来讲的话 它OBD-2呢 1号接脚直接接地跨接的方式呢 可以让电脑吐出故障吗 然后这个一般大家会想到说 拉一条线去接地对不对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 我们只要用三用电表 然后把它打到电流档 另外一边呢 再接在螺丝上面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是实际操作上面呢 最偷懒的一种方式 不是应该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来你看 引擎故障灯就开始闪了 它已经开始在跟你报讯号了哦 然后以弗利卡来讲的话呢 它会报故障的呢 除了行车电脑以外 行车电脑的故障灯 还有变速箱的这个故障灯 它都会显示 所以这台车来讲的话 它有两颗电脑可以告诉你 车子哪里不舒服 那故障灯的判处方式呢 跟机车的其实蛮类似的 0.5秒持续闪呢 代表身体状况正常 接下来故障码的显示方式呢 是长量为10位数 短量为个位数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找出故障码 图利中呢 两长 四短 代表故障码24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引擎的部分 故障码一函 然后现在这个呢是变速箱的电脑 故障码一函 然后我们今天从车子上得到的故障码 是引擎的行车电脑告诉你 没有故障 自动变速箱的电脑告诉你的故障码是11 这里说的是TPS的输出信号太高 那么应该是节气门的部分要做检查 但是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这些讯号基本上可能都是用比对的 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问题应该在进气系统这一段 但这些故障码真的正确吗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在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得到资讯的状态下呢 像这样子的操作 一定可以让我们缩小范围然后顺藤摸瓜呢 把问题给他找出来 然后我这边目前已经找到的是1G2系统的漏气 我已经将油耗从4.8 再提升到7.3左右 以目前来讲的话 这一颗引擎4G63 他的资源还算够用 所以也许我会继续玩下去吧 然后那个老车不死啊 却越来越有趣 以上是我发现的方法 提供你做参考 很奇怪 在其他车场OBD-1的形式下 应该也有类似的方法可以操作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在一起研究吧 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 那我们来点音乐吧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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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们又成功了 多试几次保证成功 如果你没有时间吃的话 订阅海金网 一样可以增进你的维修与创作能力哦 订阅 分享 并按赞 我们下次再见 左上角还有海金网 李文条有空一定要过去逛逛哦 在去卖草线很多人 应该是啊 不用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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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